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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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嗆不辣不上桌 像妳這樣關心演藝動態的人 妳應該知道最近奧斯卡頒獎給妳 有 發生了一件大事 OMG 我的天啊 就是大明星完全就是 失去理智斷片上台 揍人 我看到影片 老實講 那巨星果然是巨星 他連打耳光都可以這麼帥 對 很拉幹 他還用他的腰 而且你不覺得他是用他的腰嗎 就是那種這樣子 然後他就轉身 還弄他的西裝 我還以為是假的 當然今天我們不是要聊這件事情 不是在聊 開玩笑 開過火 那是另外一集的主題 OK 而是因為奧斯卡都頒獎給演技好的人 對啊 有的人他沒有在演戲 可是他的生活當中 充滿了套路 充滿了演技 就是我們所謂的 假掰人 假掰人 真的 我們那天的來賓都有遇到 這些假掰人 這些假掰人 真的是可以去得Oscar影帝 沒錯 真的 要注意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假掰人的特質 跟類型 是 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們 羽柔 嗨 Eason 嗨 嗨 還有我們這裡的葉心梅 嗨 嗨 甲偉文 嗨 有 那據說假掰跟大腦有關 既然跟大腦有關 一定要找到 腦的權威 我們的Windy老師 Windy 你那一段話真的很假掰 就一定要 一定要有一個 很疑似感的介紹詞 對 就跟大家介紹我一定 都要加上一段什麼 嘉義彭于晏 就是有一個名字 一個頭銜這樣子 對 以前很享受 現在他們每次要上台前跟我Re說 玉琳哥 我介紹你是嘉義彭 願介紹你是饒舌之王 介紹你是收視王 都不用 因為我已經有個高度了 我就是我 我不需要人家過多的讚美 你都不要讚美 或者是你怎麼樣的毀謊 無損於我的高度 對 你就是無二言不善 這樣夠假掰吧 無二言不善 這是真的 好 其實假掰的人有很多種 那我們今天要問我們的來賓們 大家覺得有哪一些行為的人 一定很假掰 然後他們都有哪一些特質 我們來問雨柔 來 雨柔 對大家都很熟 很熱情 然後很大方 假掰人一定會這樣 假掰人一定會這樣 對 我之前遇到一個 她真的是我遇過最假掰 假掰到我真的還嚇到 就是一個女生 其實我跟她沒有到非常熟 我們可能只是Facebook的好友 然後以前可能工作 她工作的關係有 大概見過幾次面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當時我是出書 然後我出書到已經很默契 就是記者會玩 已經活動都跑完 然後過好幾個月了 然後這個女生突然出現 她就說 雨柔 然後我想要約妳吃飯 希望妳可以幫我把這五本都簽名 我可以送給朋友 但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她買了我 然後還約我吃飯去簽名 我覺得這件事情本來就應該做 我們是朋友 先講一下這個人是藝人嗎 不是 但是是我們相關行業的人 反正我就去了那個 要去那個聚會 然後她其實提前大概半個月 一個月就約了 然後我們就是在等日子 等到約莫快要到這個時間的前 快一個禮拜 她突然跟我想說 我約了那個誰誰誰一起去吃飯 可是當時她講出那個名字 其實是我前男友 她就先 前男友幹嘛 她就說我也約了誰誰誰 妳不會怎麼樣吧 怎麼會不會怎樣 可是妳之前知不知道 她認識妳前男友 我不知道 然後反正她就也約了這個前男友 然後她就說妳應該不會怎麼樣吧 我說這是妳的局 妳想要約誰就約誰 因為我不是主角 妳們說什麼 所以妳想約誰就約誰 而且其實我跟我前男友 也沒有鬧番 就是還是朋友 所以我們也 我前男友也跟我想說 你知道他約我們吃飯嗎 我說我知道 他說不覺得這個局怪怪嗎 我說有一點 但他如果想約就約吧 可能我們比較熟 一起吃飯不會怪 我們就去了 好 名也簽了 飯也吃了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 因為當時我有一個曖昧的對象 就是我現在的老公 然後我現在的老公 就丟了一個對話訊息給我看 然後我就想說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那個女生 傳訊息給我老公 他說 你看雷宇柔很不檢點 他跟前男友在那邊勾勾地 人是他約的 對 然後他說妳看這個是什麼局 他怎麼還會跟前男友一起吃飯 然後他完全壓根沒有提到這個局 是他約的 然後就說這樣真的不行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跟我當時曖昧的對象說 我說這局是他約的 他怎麼會這樣 我們就兩個把事情講開 結果最後 我現任的老公就講說 這個女的其實糾纏他很久 然後這個女的一直想跟我老公交往 可是他可能在Facebook上有發現 我跟我老公互動還滿好的 然後他就故意設了一個這個局 這好陰險 這個不是假拍 這根本就是陰險 這心機很重 為了設局還買五本書而已 剛剛這個故事 而且為了 心機女 憲美講得沒錯 他還花錢買五本書 他下重本 然後這個故事講到這 是我們中間可以聽到一些端倪 就是他知道我已經跟前男友 就是分開了對不對 結果他還演了一出 就是我記得隔了一陣子 好像週刊 就那時候還有週刊 還報導就是說什麼 什麼 他們兩個不合分手 什麼樣什麼什麼 就是講的 不是事實的一個報導 然後他還把那個報導 那個女生還把那個報導 拍給我看 他說我的天啊 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你們分手 還故意約了這個局 讓你們一起吃飯 我想說 如果你不知道 你當初為什麼問我說 你不覺得這個 就是你會覺得奇怪嗎 如果他到處認為 你們兩個還是在一起 他幹嘛還要來問你 對 就是很奇怪 這女的很怪 她很奇怪 反正最後被我發現 她其實有目的 就是她要為了 解禁 破壞你 跟你現在的先生 對 這個心機真的很重 太重了 心機超級重 我覺得女生 我們男生比較 有時候看不出來 女生是假掰的 女生 對女生的假掰比較容易 我們還把假掰當仙女 對 對 是怎麼這樣子 而且男人真的是這樣子 我們搞不懂 越假掰越愛 你們是故意 假掰還嫌人家沒女人味 對 而且有時候人家熱絡 比如說我認識一個女生 她老公是專門做 紅酒 白酒生意的 那種進出口商 所以她是她老婆 所以她當然就是比較 會幫老公做社交 比如在任何的那種社交影片上面 或是朋友在一起聚餐的時候 她老婆都會跟大家很熱絡 那我就覺得說理所當然 而且人也滿友善的 可是我那時候 我老婆就跟我講說 我說 妳怎麼覺得她是假掰人 妳看得出來的 因為這個女生她會 跟大家要LINE 我想這也是不為過 因為她老公在做這種生意的 她當然要大家LINE 好聯絡 或是要買酒幹嘛的 比較方便 可是她也跟我老婆要LINE 我說那很好 大家聚餐的時候 她在跟你要LINE 這表示禮貌 可是我老婆說 她要LINE以後 可是 然後要LINE也從來 比如說我老婆問 她當時要LINE 我們今天那個拍的照片 我再傳給妳這樣子 然後後來也沒有傳 然後我老婆問她說 那個照片她也不回答 然後直到她有一天回答 我老婆的話 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以後了 然後回答的話 也不是問她有關照片的 是跟她講說 她最近要去美國 想問一下加口哥 有沒有在美國你們認識的朋友 可以帶她去美國逛逛什麼的 然後我老婆當下說 你看 這是不是假白人的一種行為 就是說 她想要像妳要什麼的時候 她就會跟你聯絡 可是她之前說要傳給妳照片 她完全都忘記這件事情 完全都不記得 可是我真的就覺得 我覺得也不為過 大家交朋友對不對 彼此就噪音一下 所以我就真的安排了美國的朋友 做生意的 在美國開日本料理店的 我想說他們 她老公做紅酒白酒 可以認識一下 我也是不以為意 我覺得我老婆可能太敏感了 直到她真的到美國去 然後我跟我朋友聯絡才知道 她真的是假白人 對 因為我朋友跟我講說 她也是很熱情地招待 從台灣去的女生 到了那邊以後 我朋友說 因為她在開日本料理店 所以她特別安排日子 然後等著女生去的時候 招待她一桌的菜這樣子 因為是我的朋友 然後人到了以後 她說坐下來跟著女生 還沒講兩句話 這女生就問她 旁邊那一桌 她聽到旁邊有一桌 是那種洛杉磯的那種 商會的人 在聊天 獅子會 對 什麼樣子 很有關係 就很有關係 所以她聞到錢的味道 沒錯 她就敬酒進去 進到那一桌去了 然後 我喝了錢 我喝了錢 錢 可是我朋友跟我講說 她基本上就沒有在吃了 也沒有跟我朋友說謝謝 也沒有 接下來也沒有跟我朋友 譬如說本來要約她去哪裡 要帶她去哪裡玩 去哪裡看什麼都沒有聯絡 就把它踢開了 直接就感覺是 然後就坐到那一桌去了 真心幻絕情 她就把她假掰的那一套路 就是放到商會的人上 熱臉貼她的冷屁股 直接就貼過去了 所以我朋友跟我講說 妳這個朋友真的是完全都 假掰就算了 對 變得沒有禮貌的假掰人了 也沒有任何的後續 也沒有跟她說謝謝 離開也不知道去哪裡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老婆真的滿厲害的 她一看就知道 這種人就是比較假掰 所以聽我吹大夫鬼 妳一開始就要聽妳老婆的話 女人就是有一個第六感 有一次我去吃一個飯局 是朋友的局 然後我超低調 就穿很休閒 戴帽子 然後現在不是都要戴口罩嗎 所以我們進去就戴口罩 然後因為還沒吃東西 所以我們坐在那 就是口罩都還戴著 沒有拿下也不太熟 所以沒什麼說話 然後就看到一個女生 穿得很高級 禮服 平口 高跟鞋走進來 就把那個局看得很重 但其實我妹妹吃什麼 就是一般就是桌菜而已 然後她走進來之後 她看人的眼神就是那種 就是每個都在打涼 然後妳感覺 跟她等級不一樣 她就是 不太理念 飄走那種 然後好 大家開始吃飯 妳就看到她一直跟那些 什麼老闆 然後喝酒 拍照 我想說好吧 她就是這樣的人 她可能來自我目的的 然後當我把口罩摘掉 開始吃飯 然後旁邊就有人說 妳朋友是那個劉宇柔嗎 什麼的 可以拍照嗎 什麼的 她可能激素就聽到我們這邊的聲音 她說天啊 是劉宇柔 馬上過來換一個臉 我剛剛沒有發現是妳 妳本人怎麼這麼漂亮 妳那個臉學得好像 妳還會演這個 該不會那個臉 妳真的很會關妳 這就是妳的戲路 妳知道嗎 妳就是要去演這個假掰女 她就說 妳本人怎麼這麼漂亮 她說我可以給妳拍照嗎 她手機照相機已經開好了 然後說好 然後拍了一張照之後 她馬上上傳到她的社群媒體 然後馬上跟我講說 我叫什麼什麼名字 妳可以去轉發那個照片什麼 我想說我幹嘛轉發那個照片 妳到底想要幹嘛 就是她來這個局 她其實是有目的的 可是她做得很拙劣 對 對 手樓很粗的 手樓粗 對 太拙劣了 裝熟魔忍 裝熟魔忍在假掰界 這個假掰程度算幾分 Windy老師 好 那算幾分 大概我會把它歸類在三分 妳的滿分是幾分 滿分幾分 我的滿分可能5到10分這樣子 對 這種人其實滿常見 但是女生就是有這種 這種敏感力 那像剛剛雨柔講的那些 我們會覺得把它 就歸類成新機女嗎 這樣子 因為她的道路不深 所以我們一看 就可以看得出來這樣子 那她好像感覺到 她人緣很好 人脈很好 到處 大家可能都認識她 而且她可以認識很多 一些上流社會的人 那她可能心中每一年 都會換一張什麼樣 繳穗大戶 可能玉琳哥 就是在她排行裡面這樣 她碰到這種特殊關係的人的時候 馬上翻臉跟翻書一樣 就會出現一些什麼 社交性的微笑 社交性微笑很典型 我們都可以區分 就是她會有一個木偶紋 真的微笑是魚尾紋 是一看就看得出來 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 再來就是她的聲調也會比較高 這樣子 刻意的去轉換這樣子 所以當她遇到一些 她覺得比較特殊關係的 她馬上翻臉跟翻書 情緒是變化很大的 那這對我們女生來講是小兒科 所以我只把它放在上面 小兒科 對 算是很初級的